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只懂皮毛 不过孙大夫很照顾我 我会好好学的 孙大夫负责身后 将来一定会有善报的 嗯 修大哥 这狗 为什么一直对你叫啊 他 怎么了 他估计是饿了 那 那我去做饭了 来 国师谨修 无赦之罪 打入禁狱 押后 再是 你以为 你还是可以掌控我全族生死的大国师吗 你应该向我求饶了 像一条狗一样的向我求饶 当然面对原都你不是很失实物吗 或许 你可以觉得我高兴 我可以给你个痛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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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你 不开心啊 没有啊 那 喝药吧 阿摩 这药苦得很 疼都不怕 不怕 还怕苦 这个药 治不好我的眼睛 那 什么药 可以治 无药可治 你找不到的 什么药 这么难找 仙丹吗 都烫伤了 都烫伤了 阿摩 阿摩 如果我的眼睛 永远都看不到了 该怎么办 你这话说的 就好像 我的耳朵 能听到似的 我是说真的 永远都治不好呢 治不好 就治不好呗 那我就永远 都看不到你了 其实 人 最重要的 是心境开朗 我 天生 是个聋子 我知道 治不好 但 没关系 我爹 特别宠我 在我小时候 他送了我一个 很大 很漂亮的 金锁 那你为什么离开家呢 路 还是要靠 自己走的 我想 锻炼锻炼 那你不怕吗 不怕 我盼着 能见到 我 我爹 我娘 我祖母 还有 那个任性的 妹妹 你会的 你能回到家的 我想 变得 再好一点 再回去 你已经很好了 还要怎样才算好呢 我想 做让我爹 开心的事 比如 比如我学很好的医术 比如 我成了很有名的大夫 再比如 再比如 我的耳朵 好了 我回到家 能听 能说 好 他们 见到我 一定 吓一跳 你耳朵好了 你最想听到什么呀 一首歌 歌 歌 小时候 我爹唱给我的 若我的耳朵 真能治好 我只想听 那首歌 你会好的 一定能听到 那还真要仙丹才行了 我找给你 你